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播出到第四期了 相信大家也是越看越上头了吧 对于这种关于素人的真人秀来说 中期是最好看的 因为前期还不太了解这些医学生 当观众们对他们熟悉了之后 节目一下子就变得精彩了起来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高尚和刘畅因为工作而吵架了 那么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高级的呢 刘畅在这次的吵架中 就为大家展示了什么叫做成年人的处理方式 在PPT汇报的时候 刘畅一开始就说了 这个PPT是他和高尚一起完成的 后来更是把回答问题的机会给了高尚 看看刘畅Q高尚回答问题 高尚为刘畅设向记录 我们都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化解了 尤其是最后高尚多次询问刘畅吃什么 喝什么的时候 刘畅一开始就说不需要 后来刘畅直接跟着他们一起出去吃饭 说实话 别看他们只是初入职场的实习生 但他们处理职场矛盾的方式 值得所有人学习 我相信刘畅当时的心理还是有气的 但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脾气带到工作中 在现实的职场中 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公私分明呢 在这次的吵架事件中 对于有上帝视角的我们来说 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确实是高尚的错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毕竟两个人最后都已经和解了 没想到这期节目结束之后 高尚居然发文道歉了 话说道歉是好事 大丈夫能屈能伸 错了不就应该道歉吗 然而 看了高尚的道歉内容之后 我有点不淡定了 这真的是道歉吗 高尚发文向刘畅道歉 字字朱击 却句句甩锅 最后还剧透了节目结局 第一 高尚说 吵架的原因是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 咱们来回顾一下 两人吵架后的反应 刘畅虽然哭了 但他一直在试图和高尚沟通 反倒是高尚一直在以吵架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比如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这种说辞 高尚一直都是拒绝沟通的 他现在却说是没有进行有效沟通 这怪谁呢 第二 高尚说 我们没有接受老师的建议 大家注意高尚这个措辞 他说的是我们 意思就是他和刘畅一起不接受老师的建议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真的这样吗 当时老师说了 让他们一起回访的时候 刘畅是和高尚商量过的 他愿意去和患者沟通调整时间 刘畅是很听老实话的乖孩子 但是高尚却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分开回访 幸亏有摄像头记录 要不然观众还真被高尚骗了 明明不听老师建议 这种错误只是高尚一个人犯的 他现在却硬生生地说成是两个人的错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尤其是我们有上帝视角 看得相当清楚 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 高尚这种甩锅行为 真的是让人看得有些尴尬了 第三 高尚说 当畅姐拿着本该属于我的 患者回访记录的时候 我的确是气愤且震惊的 从高尚这句话中可以听得出来 他现在还觉得是流畅抢了他的功劳 如果要是没有看过节目的观众 读这句话肯定会觉得这是流畅的问题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流畅在一开始就说过 他明确表示过自己每一份报告都会去写 没想到高尚却一直都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东西 真的是让人尴尬了 高尚在文中说自己感觉被内卷了 如果没有看过节目的话 我还真觉得是这样 但是看过节目之后 你就会知道 这不是流畅在内卷 而只是单纯的高尚不努力罢了 退一万步讲 流畅是妥妥的学霸 他的学历比起高尚来说 是要碾压的 在这样实力悬术的对比之下 流畅真的需要内卷吗 即便流畅是需要内卷 那高尚也绝对不是他这次实习的敌人吧 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第四 高尚说 我把学习当成面包 当别人抢我面包的时候 我的确不理解 也不舒服 高尚这句话说的非常不负责任 医生回访病患 能比喻成是面包吗 说句难听的话 高尚居然把医学研究当成是自己的面包 他真的是太自私了 通篇看下来 我觉得高尚写得非常好 但是文中却处处充满小心机 说点好听的是在道歉 通篇却没有一个对不起 全都是各种解释和甩锅 我真的想问一下高尚 这到底是在向流畅道歉 还是为自己辩解呢 高尚在这次的回访任务中 是耍了一些心机的 回想一下的话 真的是细思极恐的 在汇报结束之后 高尚对流畅说 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三个 然后那两个你写的有点多余 因为我都自己写完了 你还要再写一遍 李细平高尚这番话 流畅一共写了三个 他说有两个写的多余 高尚这意思就是说 流畅只需要写一个就可以了 剩下的两个用他的 大家听明白了吗 高尚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像 要是按照他的逻辑走 那他就是那个更努力的人 试想一下 老师布置了三个回访工作 就算是分开做的 那流畅也应该是写两份的 然而高尚却想的是 自己写两个 让流畅写一份 表面来看 高尚好像是怕流畅累着了 实际上却是想要带给代教主任 传递一个信息 那就是他比流畅强 流畅是典型的学霸 在写报告这方面是相当在行的 如果要说流畅有什么不如高尚的地方 那就是刚来的时候 没有临床经验而已 随着实习过程中的不断努力 现在流畅在临床经验上 已经跟上了 换句话说 流畅现在是没有任何短板的 如果要是按照高尚的理论 那也应该是流畅多谢才对 毕竟流畅能够轻松完成三份 而且还是非常高质量的 但高尚却只能勉强完成两份 还是质量堪忧的 高尚在文中 除了各种甩锅之外 他还剧透了这次实习的结果 高尚在文中写道 参加offer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也有对自己清晰的认知 开始脱粉 如果要是没有摄像头做记录的话 真的很难相信 高尚会这么有心机 在这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有点觉得 流畅就是那种高分低能的书生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人实在是太常见了 只会读书 什么都不会 没想到四期节目看完之后 我真的对流畅光不相看了 流畅不仅是理论知识学得非常好 而且上手也是非常快的 这才实习了几天时间 完全没有临场经验的流畅 已经远超其他医学生了 他现在真的是把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 和实践结合起来了 所以他越来越强大 整个人都在发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觉得流畅是可以走到最后的 凭流畅的能力和格局 即便是被淘汰了 也会有很多好工作找上门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